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重点先来介绍可逆反应 一般的化学反应有分两种 不可逆跟可逆的 如果化学反应只朝着一个方向进行 没有逆反应发生 就叫不可逆的化学反应 像氢气跟氧气 向右加热或想燃烧产生水蒸气 水蒸气无法逆反应变成氢气跟氧气 第二个例子 碳加氧燃烧产生二氧化碳 这个叫正反应向右 往左叫逆反应 二氧化碳不会变成碳跟氧气 所以这是一般的不可逆反应 第二点 介绍可逆反应 大部分的化学反应都是一种可逆反应 就把他画起来 不但反应物粒子可以互相碰撞产生产物 这个叫做正反应 同时生成物的粒子也可以互相的碰撞 反应产生反应物 我们叫逆反应 这种正逆反应可以同时进行的反应 就叫做可逆反应 以双箭头表示 记好这样写 不可以这样写 很多小朋友会这样写 不可以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哈勃法治安 氮气加氢气 往右边叫正反应 会产生两个氨气 两个氨气也可以分解成氮气跟氢气 向左的我们叫做逆反应 所以这种反应就叫做可逆反应 可向右可向左 第三点 大多数的化学反应都是一种可逆反应 我们看这个 三个原子组成的 这个是二氧化硫 黄色是硫 红色的是氧 所以两个红色就是氧气 我们看第三个图 这个叫三氧化硫 SO3 二氧化硫跟氧燃烧会产生三氧化硫 我们写一下方程式 二氧化硫加氧会产生三氧化硫 但是这是一个可逆反应 所以往右边的我们叫做正反应 往左边的我们叫做逆反应 我们写一下 所以在平衡的时候 这三个分子会同时存在 可逆反应平衡的时候 所有的物质会同时存在 这里有三氧化硫 这里有二氧化硫 还有氧气会同时存在 所以第一个图跟第三个图都是未平衡的状态 中间这个图是平衡状态 全部分子共同存在 我们来看这个动画 在这个密闭的空间中 我们把温度固定 把A分子打进去 看这个图 A分子跟BC分子反应会产生AB跟C分子 打了一些A进去 反应物还有BC 根据碰撞理论 A分子跟BC分子碰撞会产生AB加C 但是从这图中看出来都没有反应 代表能量不够 所以把温度上升 温度上升 碰撞频率增加 会产生比较多的有效碰撞 所以反应就会发生 好 随便看到 产生了某些AB 这里有AB 还有C单独存在 一个可逆反应 在发生化学平衡的时候 这四个分子会同时存在 有没有观察到 这四个分子都有同时存在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可逆反应的动画 A分子向右反应 我们叫正反应 可以产生B B也可以变成A 向左叫逆反应 这里是反应物 这里是生成物 这里到这里 这个能量我们叫做活化能 反应的时候要化过这个能量 才可能变成生成物 首先我们加入一些A 我们现在放了20颗A 某些A 能量比较大 可以变成B 但是是少数 你看 B一颗 其他都还是以A存在 这个能量要跨过 才可以变成生成物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加热 加热 使A的能量增加 变成B就会比较多 可以看出来 温度一上升之后 B变多了 但某些红色B 也可以往左边变成绿色的A 在一个密闭空间 只要温度固定之后 就会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A跟B会同时存在 不会只有A 也不会只有B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化学平衡 第一点 意义 可逆反应之后 如果正反应的速率 跟逆反应的速率 相等的时候 就称达到化学平衡 A向右 产生B B向左 产生A 一开始只有反应物 一开始只有A 所以A变成B的时候 B会慢慢的增加 A会慢慢的减少 所以一开始都是正反应 所以A的反应速率 正反应速率比较快 慢慢的降低 当B慢慢变多之后 有些B有些反应变成是A 所以逆反应的速率会慢慢的增加 正反应减少 逆反应速率慢慢的增加 在某个时间点的时候 会达到化学平衡 正逆反应速率会相等 所以会共存 就像刚刚那个动画 所以条件 第一个 它必须在一个密闭的系统才会发生 第二点 必须维持固定的温度 因为温度的升降会使反应速率改变 第三点 没有物质的进出 所有的A分值跟所有B分值并不会跑到外面去 也不会从外面再增加A分值或B分值 第四点 反应物跟生成物必须要同时存在 不会只有A或者只有B 如刚刚的动画 我们看第三点 化学平衡的性质 第一小点 化学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 正反应跟逆反应依然在进行当中 我们举个例子 这一杯里面有水 这液态的水我们就写这样子 外面有水蒸气 盖子盖起来 所以这是个密闭的系统 把温度固定的时候 水会蒸发变成水蒸气 但是水蒸气也会凝结变成水 你放了几天之后 水量不会变少也不会变多 看起来似乎水量是静止的 可是在这个期间 水还是一直的蒸发 水蒸气还是一直的凝结 蒸发跟凝结的速率相同 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 第二小点 反应开始的时候 正反应的速率是最大的 在反应过程当中 因为生成物变多 所以逆反应的速率 就会逐渐的增加 第三小点 平衡之后 正反应的速率 跟逆反应速率会达到相等 第四小点 在聚观下 各物种的性质是不会变的 比如说它的质量 它的颜色 还有它的浓度压力等等 都不再改变 但是在围观下 正逆反应还在进行当中 所以是一种动态的平衡 第四点 化学反应式跟平衡的关系 当达到平衡的时候 各物种的浓度 维持某一个定值 当然是彼此 浓度不一定会相等 第二小点 反应式中的系数比 不等于平衡时候 各物种的浓度比 因为系数比是反应物 用掉跟生成物产生的末数比 也就是末数的变化比 非常的重要 系数不是后来的浓度比 举个例子 四氧化二氧变成二氧化氧 二氧化氧也会变成四氧化二氧 在达到平衡的时候 四氧化二氧跟二氧化氧的浓度 不会刚好是系数 1比2 这个比多少 跟反应的条件有关